朋友觀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愛麗絲 好像有一段時間沒有拍走街片 今天由百多六局長街這裡做起點 到了weekend的前夕,心已飞走了,相信有很多做文職的朋友和我一樣都很想快點下班。 對面是蒲國領事館,即是以前的白馬行醫院,現在已經開關了,不知道大家的護照有沒有過期。 愛麗絲的蒲國護照都過了期,上個月上網預約都要排到7月,所以之前飛泰國都是用特區護照。 在領事館旁邊這條斜路是大炮台斜航,可以通往醫院後階,也可以一直上去大炮台。 而我們今天主要走的是前面板像堂一帶。 前一點點是雅名商場,以前很多學生都很喜歡去這裏,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睡呢? 在我右邊這裏是白馬行37號,上面有間食蒲國菜的餐廳。 很久之前我都有去過的,環境不錯。 在它的門口都有餐牌,可以先看了合不合吃才上去。 整條街我會輪流兩邊去走,希望可以拍得清楚些。 這段路兩邊的店多數是以買鞋來主,而大部份都是賣運動鞋,或者是賣學生上學鞋的鞋店。 到了信達城商場,曾經都是一個很旺的商場。 現在商場裏的小店很多都收拾了。 看看水牌就知道現在是有什麼商戶。 接著就到天神行和國華商場。 現在旅旅外外都是賣小食為主的。 簡單地和大家走一走。 除了一些手搖飲品店,也有牛扎店,鴿餅,雞蛋仔等等的小食。 看來生意都不錯。 最好就是旁邊有椅坐,還有垃圾桶。 有時逛街逛到熱,又累又餓,這些是最好的選擇。 我們從國華商場旁邊這個門口進去了。 我不會和大家逐層走,之前都有拍過。 和現在的分別不大。 在關科亞這一層會比較多店舖有做生意。 就這樣看,有些賣電子產品,小食,鮮果汁,美法用品店這些店舖。 我們就由商場的正門出去了。 對面就是銀座廣場。 上面除了有玩具散酒城,還有一些小店舖。 好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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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國華戲院商場,這一段開始就是板像堂街。 一直去到玫瑰堂也是。 開始覺得人多了,相信沿途走到噴水池都很多遊客。 好拍攝。 來到浦文書局這一個路口,我們轉左行主教行,再經大堂前地,再由大堂行下去。 提醒了。 好拍攝。 原來這裡開了一間普善寨,前一點就有聖保禄書局。 好拍攝。 在大唐旁邊看到有車上來這條是大唐斜行, 沿途下去是南環大馬路。 我們轉身行大唐行, 今天不知道多不多人買牛渣。 其實有做生意的店舖不多, 看到間隔間也有收拾了的吉舖在這裡。 前一點就是勞家大屋。 你拿出來一件宜舍的宜舍, 還有一件宜舍的宜舍, 高級的宜舍有成果。 这一道右边的方向就是刚才葡萌书局那里了 整天都听到别人在这里说现在中区很多游客 不单只是周末连平日都是 走到来这里不是说走了很远 但是已经很热了 明明预测天气是下雨 但是又下不出很迷闷 奥品会这个商场主要是买一些澳门製造 澳门品牌和澳门设计的产品 里面还有间可以喝咖啡的小店 继续走以市亭前地之后会上大山巴 因为大山巴街那边好像开多了几间新的手信铺 等一会儿我们去八卦 这边是海鸡汁 很复杂的汤 这边是海鸡汁 海鸡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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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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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